给你们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啊 他分配给我的床就是这张床 对 然后和旁边这位伯伯的床 中间的距离大概40厘米吧 然后我的周边全是男同志 然后我看到这样的话 我就说我不能住在这边 最起码我应该有人的尊严吧 你最起码分个男女吧 你没有床就算了 但是你男女封封开吧 然后就是拒绝给我换那个床 我真的是崩溃了 我想到最差最差 没想到这么差 真的 我觉得我在这里边 完全没有被当人看 没有被当成病人看 这里边真的像难民营一样 像牲口一样被赶在这个里边就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